今天這篇文以前喔 出來之前我以為徐曉星比較低調 但這篇文我看完之後發現徐曉星回來了 我看喔 記得讓子彈飛人下去 槍在手跟我走嗎 是時候了 讓六成的名義展現出來給執政黨看 六月十五我會到台南跟龍介先一起宣講 不見不散 祝福端午平安 所以簡單來講徐曉星要參戰 國民黨本來台南這場 大家覺得說是不是地方辦一辦而已 沒有 徐曉星是國民黨內的聲量的人物嘛 下去要戰 那這個事情代表什麼意義喔 我先第一個我想 徐曉星其實在出來發動這個以前 過去幾週其實他開始有成功低調 你看所有的網路的聲量跟他在臉書 或者是社群上面論述 都是呈現一種比較低姿態的態度 包含講說其實我現在好感度也不差 然後呢我現在的 而且有發一個很感性的一些文 然後社會還有流淚的什麼類似的 就是走感性 然後走說我現在的那個反感的程度沒有這麼高 可是我覺得他跟他的行動有點抵觸 就是說這個戰役是不是他一定要去 那現在看起來要嘛 他要整個整個等下去嘛 所以我我本來如果是有排序 誰可能被罷免 誰可能不被罷免 徐曉星已經排到比較後面 嗯 但如果再這樣子可能會被往前拉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自己要想清楚啦 徐曉星 對啊我大概很難評論 因為他的動作有點讓我覺得奇怪 因為我真的到今天看到這個文以前 我跟朋友在聊都講說 我覺得徐曉星現在變聰明了 就是其實他面對之前那個這麼大的 你講困境也好壓力也好或批評也好 他就低調嘛 你現在去這個參戰 然後用那個六成名義說 我跟你講國民黨現在論述我還要講 因為這個是一點就破 國民黨現在核心論述是 其實有六成的民眾不知道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在幹嘛 所以我們去努力溝通 可是真實情形是 我們如果問單一政策的民調 四成多已經很高很高很高了 一般的民眾 有四成多人了解到單一一個法案 他在通過的時候 他是什麼內容 而且接到電話回答說 對我了解 這個已經是非常高了 所以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少人知道 這以一個單一法案的事件來講 其實民意大概有什麼樣的狀況 應該已經蠻確定的 將軍請問一下 其實包括在講 那時候不是國民黨本來有要提一個 罷免法律修正 好像禁敷二毒嘛 後來那個把禁敷二毒撤回來 那個案子還在 只是禁敷二毒撤回來 OK 那禁敷二毒撤回來這 包括趙好康 趙好康這件也直接講說 當然應該要修選罷法 哪有當選的跟 就就我譬如十萬當選 結果你個七八萬就把我給罷掉 合理嗎 他覺得就應該要修這些啊 這某種程度 好包括大家在看的是 黃昆昌不會被罷嗎 因為不分區 不可能吧 可是大家在觀察黃昆昌 總召的過程當中 有幾個法案 像譬如廣電法這個法案 那也有人把他跟黃昆昌 做出一些連結 因為廣電法這裡面 接下來就是包括有 某電視台要不要附台的問題 那當時他有一些 包括反紅媒的一些舉動帶頭 所以這些對他來講的話 算是另外一種考驗嗎 有人是會用人格之戰來形容 對 其實因為黃昆昌 當時在凱盜 然後跟網紅一起舉辦的 那個叫反紅媒的一個活動 非常非常成功 那也是讓黃國昌 準備重出江湖的另外一種肯定 原來黃國昌還有這麼大的號召力 有這麼多人支持我 所以那時候反紅媒叫的震天響 那麼那當然 紅媒是誰 不用我講 黃國昌比我還清楚 那可是現在如果廣電法修法以後 也就是說那個執照一千就是永久 不能撤照 而且最主要是可以溯及既往 那不就針對性嗎 就是以前被撤照的 你全部還給他 就是你拿到執照就是永遠 就是永遠 永遠沒有撤照的可能 那就是幫誰 那就是量身打造 就是幫某個台還他公道 那黃國昌對於這個案子 如果他還是跟國會無法一樣 全部巴西碾壓通過 或者是採取消極的抵抗 我不出席 我不出席都不能代表黃國昌的行為 黃國昌應該是極力維持 他當時的承諾 反紅媒 要反對才行 你要反對羅志強的提案 才是原來的黃國昌 如果他消極不抵抗 我們就你們表決我們去吃飯 這就是同意嘛 因為民進黨的人 就沒有國民黨的52加2多嘛 你只要不出席就是同意 所以黃國昌面對這一項 他是已經是面對他人格的問題 因為你當時是很明顯是反紅媒 就是反紅媒 可是現在你採取就是放任 就放任 那你的人格不就破產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廣電法的修法 對黃國昌有一個 有一個分水嶺的效用 他到底是針對他的理想 他就講嘛 我只是因為對於吹哨者法案 國民黨要挺我 所以我當然挺他 那可是如果這個NCC的事情 整個廣電法的修法 黃國昌站在不是反對的一面 你除了反對以外 其他都都是贊成 你說我不出席也是贊成 你贊成也是贊成 你只有不贊成才是原來的黃國昌 那是整個人格的對立面 那如果黃國昌敢這樣做的話 就是你不敢舉出 這個所謂我不贊成 我不贊成修這個法 那就是間接的贊成 那也就是否定了 以往黃國昌的核心價值 叫做反紅媒 那麼支持黃國昌的人 真的會錯亂 因為講到第五重隊這件事情 剛才講到 在台灣這個社會 你現在尤其這個節骨眼上 提到那個管啊 什麼什麼監控啊 什麼這個是非常敏感的一些字 剛剛有講什麼 沒有用到這些事 可是這個字眼 剛剛人確有講 你會不會讓人家不舒服 我講名詞解釋 先跟大家講 剛講到青鳥這件事情 因為青鳥一出來的時候 我很認真去看 我知道是從青島 然後你說有流量的問題 然後大家就一路延伸 後來有人就講說 他同時一定要賦予一些意義嘛 包括歐洲的那個童話故事裡面 各位還有另外一個 那青鳥呢 還有人在那邊再延伸出來 青鳥是希望母娘娘 那希望母娘到一個地方 去散播希望跟幸福的時候 青鳥是他的等於是代表幸福 跟希望的一個代表 我想哇 大家有這麼深層的意義 我不知道好不好 這是後來演出出來的 那第五重隊 好你只要讀到第五重隊就知道 因為長期以來 你只要講到 每一次講到共產黨什麼的 都會講到這個 這個其實是在西班牙那時候 內戰的時候 弗朗恩哥那時候出來的 OK 那他跟那個西班牙共和軍 打仗的時候 他直接那他的一個將領 被訪問的時候 然後講說那你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攻 西班牙守住馬德里 他就說他派了四個重隊在外面打 但更重要的是他派了第五重隊 他有另外一個重隊在裡面做內役 結果西班牙政府一聽就嚇到了 你有一個第五重隊在裡面 你想想看那第五重隊會是誰 他們馬上就想到了 他們的監獄裡面 關了上千個政治犯 肯定這些就是第五重隊 二話不說全部槍斃上千個 就是西班牙內戰裡面非常 弗朗恩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打那個西班牙內戰的時候 所以第五重隊從這個來的 所以意思就是 范老師在臺灣現在 你講第五重隊非常敏感 那好像感覺上 我們裡面潛伏了很多人 尤其用到幾十萬人或什麼 可是我們一向自傲的 就是自由民主不是嗎 可是自由民主之下 那你要怎麼樣去 好你說現在又面臨到認知作戰 有什麼這些 你什麼去全能這些 李建昌議員講到花蓮的那件事情 我覺得是兩邊大堆頭作戰 因為有人講說什麼 是不是因為那個花蓮人 把票都給傅崑琦夫婦或什麼 所以他們有人就講說 那大家就不要去玩 我記得那天我們在節目裡面 有來賓提到這件事說 有人講說那 因為他們投了傅崑琦或什麼 我當下就講說大家不要這樣 花蓮人不是我們的人嗎 握不一句 我們後來用具體的動作 包含說蕭美琴副總統 所有的民進黨擋公職 然後去花蓮旅遊 然後跟媒體朋友講 來花蓮好好玩 然後鼓勵觀光 所以李建昌那個我覺得就個案 他有道歉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連當天有來賓提這個時候 我就要講說希望大家盡量到花蓮去 因為好山好水 我們都知道 可是這個就是政治嘛 當有人可能因為在過程 兩大軍團對決的時候 一時可能就冒這個出來 什麼樣的那段話 在萊茵裡面 你可以看到 方老師最近萊茵的人 一直不斷拿這個獎啊 就講你們要開始監控 連希特勒什麼什麼 大概全部都出來 所以未來在不只是立法院裡面 這樣子 外面這些個別委員 議員所有人講的話 都可能會發生成這個樣 對啦 的確我覺得就是說政治人物講話 真的要謹言盛行 有時候像我們高金素媒講說 我們習近平 這個大家也聽得很奇怪 最近也被拿出來 還在立法院質詢嘛 什麼時候習近平變成我們的 口頭慘了 口頭慘了 那 以後不要假什麼 不要假我們啦 我們立民邪 那變成你們賴清德啦 這樣嘛對不對 不過剛剛講說那個 剛剛小五哥講到那個 青鳥有個典故嘛 藍鳥我覺得也幫他想到典故了 我們 願聞其鄉 對我們那個玉龍汽車公司 在吳順文董事長的時候 有一個車款叫Blue Bird 對不對 藍鳥嘛 年輕人不懂這個東西 我那個 我一定要趁銷獎劇 那是我當新聞局長的時候的配車 不要亂趁 真的是真的是 台灣之光 我們台灣之光 我們是貨品牌 我朋友以前也有一台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不管再拉回來 政治人物講話真的要小心 那李建商講這話 我知道他後來他也他有道歉 但是我也不 我講實在話 就是說當然蕭美琴 因為他是花蓮當過立委 他也特別去澄清這些事 還特別帶了很多朋友 去花蓮旅遊要振興 但是你說這個東西 有沒有政治的影響 我認為還是有 因為很多人 因為傅恩奇的品牌太鮮明了嘛 然後他跟他太太在花蓮長期執政 但我覺得過去他沒有當這個總召之前 我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覺得 富貴就是個地方的立委 他能夠在花蓮選贏就選贏了 那什麼關係 我們逛逛是逛逛嘛 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他當了這個總召之後 我覺得他眼太大 因為他變成他的政治的立場太鮮明 然後他藍綠之間的對抗太激烈 有沒有可能造成一些 可能是支持綠營的人 或者不喜歡富貴旅的人 可能就因此而取消去花蓮旅遊 我認為其實從業者的反應就知道有業者站出來說 請大家不要用政治的眼光來看花蓮 我們是無辜的受害者 所以我是覺得傅恩奇為了花蓮的觀光振興 當然我覺得他可能他最近真的動作太大了 那如果他稍微收斂 可能這樣的風潮就不會把目前的花蓮的觀光雪上加霜 那至於沈柏洋 我不想你說中共有沒有利用我們的陸配 進行某種的政治動員 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是說要怎麼樣去吸 他們吸收過來 我們是民主國家 中共現在是不在之威權 他現在經濟也不好嗎 我們要爭取他的認同嗎 當然他如果有涉及到竊取機密 當然我們法辦 但是我們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我認為大部分的中配或陸配也好 他們是挺臺灣的 他們是愛臺灣的 他們在中國的控制之下 他們還能夠投下神聖的一票 我覺得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讓他覺得污名化 或者帶著歧視的眼光 我覺得對這些中配來講都是不公平 被誤解或者是被抹黑了就要講清楚 沈柏洋就替他講清楚 首先第一個 現在國民黨跟部分白銀的人在代說 沈柏洋講說要監控中配 錯 沈柏洋從來沒講過要監控中配 沈柏洋說全文是這樣 他受訪的時候講 我講全文喔 他說立法委員跟村里長 他認為是風險比較高的 那認為要怎麼做 他認為要規範 而他規範的點認為 立委建中國黨政軍要回報 就這樣 立委建中國黨政軍要回報 就這樣而已 所以從頭到尾就講這件事 現在被抹黑道講說 你什麼中配要監控 從來沒有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要還他公道啊 他沒有這樣講嘛 他有沒有說這一段 這段是媒體上有說 中共可能威脅在中國做生意 會有欺少在中國的人 這一類高風險群有幾十萬人 一開始就要管好 立委這些事 但是這一段 藍營現在主要講的就是這段 自由死報對不對 對這一段 這一段是不是 因為現在非常微妙 從那時候講說 連那個包括青鳥行動這些 有沒有被比對 他強調 他強調是威脅那個動作 威脅 中國可能威脅這些人 所以他意思是說 要避免這些人被威脅 他意思是很明確嘛 不然他不用威脅這些人啊 這在高風險有幾十萬 一開始就要管好 被中國威脅 他不是說這些人他有問題 是怕被中國威脅 那後面那個立委那份 我也講得很清楚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大概就這樣 OK 林局 你聽這段話 你的感覺過程是怎麼樣 當然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什麼叫風險控管 你要怎麼做 因為現在很 現在那個政治敏感度 就是現在 大家動不動就想到監控 是 會不會聯想到這個 因為前面有個王毅川 所以你後面連結這個是 我老實講 這個確實在民間的感受 是很不好的 我看了他的全文 他確實沒有說 我要監控這兩個字 但是你要怎麼管 這個之前我們也有某個政治人物啊 不是講說那個那個在什麼求學階段 就應該要去念書或幹嘛 不然以後會做壞事之類 也被人家罵嘛 就是說這些東西的字眼 我不認為執政黨會不清楚 他的殺傷力 所以你的用字必須要精準嘛 難道沈柏洋今天要出來講說 我是用膝蓋 不可能嘛 就他整段他當然是提到說 第五眾隊有很多的狀況 但是你很難去理解每一個 所以他才講說前面那你那幾十萬人 你是怎麼算出來的 對啊 就大家還是會 因為你每次都精準到數字的時候 大家就問那你告訴我幾十萬人 你是怎麼怎麼怎麼去算這個扣打 那我不可能去懷疑每一個人嘛 那我一定是特定的人 你一定是有一個數 你一定有一個對象群 你才會有這個數字 那你現在告訴我 你又加上要風險控管 那你的怎麼個控管法嘛 不會是只有村里長啦 村里長那種才多少人而已 不會到幾十萬人啦 不會啊 當然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這個是大家的感 心的感受的問題 但我覺得現在整體上面來看 確實如果就民調數字上面來看 是感覺上國民黨跟民眾黨掉的蠻多的 民進黨我不敢說他有增加到多少 但最少在國會改革 因為國民黨的論述其實都很簡單 有點就是明顯的那個論述 說以六成多贊成這個國會改革 但我還是這樣強調就是說 他今天去上即使是不管你要叫他青年 什麼鳥還是什麼鳥 他今天上街那些的 他不是反對國會改革 是反對那個過程啊 永遠都要把那個最後的那一塊拉過來 就是說你看 因為他們有這個六成多贊成 所以我今天要這樣幹 就是因為他們有他們 我有六成的民意支持 最後的結果就不是這樣 那如果到後面的這個階段 你還要回來講說我就是有六成啊 你怎麼會死把握的這一塊 我覺得這個是最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整體上面來講 我覺得對於民眾黨自己本身來講 我剛剛一開始講 柯文哲看戲就是這樣 當柯文哲出來講說 不如一開始好好辯論 你要不要大家不要忘記 主導那個國會那幾個法案的兩個重要人物 一個是國民黨的翁曉琳 另外一個就是貴黨的黃國昌 而且黃國昌 當時被記者問到版本的時候 還跟人家講這叫機密 最高機密 對不起我用字不夠清純 對啊就是你們自己搞成這樣 而且還是你最倚重的黨團的老大 那你現在講說還不如一開始就好 柯文哲現在是怎樣 你就變第四黨了 你現在又又又站在別的地方 然後來看這國會三黨 你怎麼可以講說藍綠 只講藍綠 還有白 還有白耶 那裡面你們是最重要的一咖 二分之一你們占了一個耶 就是說那整個的荒謬的過程 其實大家都看到就是說不要再把反什麼反對國會改革或贊成國會改革拿來作為這一次 不管你是明月也好 或者他表達心聲也好 拿來作為你的這個這個擋火牆 我說因為你看我就是這麼多人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幹嘛怕